塔前暖臨星座雲西 在2021年的農曆二月再遇榮貴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新聞都真的停足了一段時間 不過情有可緣 首先就年尾年頭這些時候 就很多人找我去做蒜頭鏈 Service H 甚至做了大批 Service J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做過ACG 尖聲地圖 Service M 因為都真的是 移民是一個對香港人很熱門的心水選擇 然後去年我又做過一個Live 2021的十二星座開雲秘吉 我也上去怪騰說了 大家可以當這是一個整年的星座雲西 但當然不夠我每一個月半去做的星雲 還有真的很多星象 去年有冬至土木下 今年六星連珠 還有水翼水瓶座美國大選 還有我搞免費二占 還有我最近也做過幾次Live 所以真的很忙 分心佛術 所以要將免費的星雲暫告一段落 但現在就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會體諒的 快點報到正題 今次農曆二月 伴隨著 蔡日即西曆新月13日的雙魚座新月 割下 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以下這個星座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將會如何呢? 天平在農曆二月的好消息 一浪接一浪 我先和你們報了起 最後才報憂 第一個好消息 很有趣 和你們上家儲女座截然相反 即是在這個範疇方面 處女座很頑皮 但你們就很好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矛盾 如果 例如 你們 一個上星 一個太陽 就是 有處女 有天平 那究竟 你們相信誰好呢? 相信處女 還是相信天平好呢? 那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你們自己要去測試自己的星盤 哪方面比較強 如果你們喜歡看星盤的話 但如果不懂的話 就當然去找我做一個個人的占卜 是最穩陣的 是嗎? 不過 其實說真的 in general in general 如果 上星處女 但是太陽天平的話 其實你應該聽上星處女的 OK 那究竟是哪方面的問題呢? 就是下屬的問題 因為在處女 我說 接下來他們的下屬會造反 但是你們的下屬 天平座的朋友 就不錯 接下來可能他會有一些很好的表演 有些會超額完成 而令你感覺到很欣慰 又或者這個時候 都是一個請 新員工的好時候 但是當然 說真的 現在這個時勢 不解僱人已經偷笑 還要去請人 但是如果 有些事情是迫不得已的話 你真的自己做不來 不妨考慮去 outsource 給外面的人去做 OK 那它sort of 都叫做你的下屬 這樣都可以去吃了這個下屬 得意的運 OK 另一方面 就是寵物方面 處女座 我說過 他們接下來的小寵物會出現問題 會反咬它一口 會病 那些事情 但是你們是不錯的 如果要買寵物呢 我建議你們買一些養在水裡的動物 OK 又或者植物都可以 那你便買一些水種植物放在家裡 那這些事情 都會令到你的居住環境生息不少 以及令到你自己非常高興 同樣 這個農曆二月 亦都是去做寵物美容的黃金時候 OK 那個效果會非常之不錯 以上就是你們和處女座不同 他們測你們好的地方 但是你們還有其他好消息 是什麼好事呢 忙 非常之忙 忙 尤其是在百業蕭條的時候 絕對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 OK 還有說真的 就算不是現在這個經濟環境 我不知道你們本身的人生觀是怎樣 但是我自己 我是寧願忙 都不想太過空閒 我覺得我只是那些退而不休的人 因為我覺得 你不做事 你太過空閒就會變廢柴 OK Anyways 好啦 所以 如果你們一向有工作的話 有很多新的項目 很多新的項目 會讓你們去接手 OK 就算現在是代業的話 你們每天的項目都會滿滿的 OK 很多不同的組織 可能會到處去見朋友 去不知哪裏去行山 都不至於游手好行 但是 如果你們這些忙 是要到處去見工 OK 有很多interviews的機會 那就當然是完美了 對不對 給你們一個小小提示 如果你們去忙的這些範疇 這些不同的東西 是需要到你們的artistic talents 是需要到你們的creativity 是需要到你們的美感的展現 那個承受機會會非常之大 你們會做得比較得心應手 何況天明像我們一向說你們是一個代表美麗的星座 對不對 好了 即是例如什麼 如果我當你接下來要去見一個廣告公司 OK 你要去見一個創意媒體 又或者你要去見化妝師 是的 或者要做什麼 一些美術機構 是的 那這些東西那個承訴 成功請你的機會 就遠遠會大過 例如你去見銀行 去見政府工 去見九巴公司 去見九巴公司 總之 任何需要用到你們的創作力量 和幻想匯合你一條才藝的東西 那你們都可以去大展拳 然後還有好消息 如果你們說 哎呀 我應付以上的東西 我怕我接下來會靈感枯竭 我的原本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開始不夠 那怎麼辦呢 真是天做地切 那天又預備了一些好的機會給你們 你們接下來可以去做一下 massage 去做一些精神 massage 尤其是food massage 還有去做一些detox 吃尿 減肥 去調整你們的睡眠 那個質素 或者去做 尤其是跟一大班人 去參加一些meditation 做瑜伽 這些東西 都可以去調適你們的身心靈平衡 OK 還有呢 可以是令到你們 是妙不申輝 令到你們那個 創作力和藝術細胞 是完全復活的 好了 就算說真的 就算你們不需要做這些 創作藝術的東西 其實我都很建議 你們天平的朋友們 去做我剛剛以上 所說的一系列的運動 因為他們對你的身體 都會帶來莫大的悲憶 是會事半功倍的 到最後 歡樂的時光 過得特別快 是時候又要說 拜拜 說你們的壞事 究竟有什麼 那麼慘 那麼慘烈 這個農曆意願 所以上天是公平的 你們的感情問題 很容易會散 原因出自什麼 第一 有第三者 第二 聽人說很多是非八卦行話 很明顯是說 你伴侶的壞事 然後你又聽 你又要越來越去信 你又去越來越懷疑你的伴侶 那就糟糕了 第三 就是你們自己 無端端不知發什麼神經 不知被什麼挑起條根 就經常在聊事鬥非 這些種種 都會導致你的感情關係出現突變 那就自己好好去檢點一下 最後提回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再打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本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呢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了